初考提给老师说 老师我们要做那个澎湖高丽菜酸 到现场才知道他要做什么 菜酸是不是要下一个口味 对 我们下一个口味就是来做意大利式的鸡肉 那今天的鸡肉我是用鸡胸肉 那我们鸡胸肉等一下要用太白粉抓一下 因为意大利式的也是有酸豆 对 橄榄还有白酒醋都是酸的 所以我们通通不用那些了 我们就利用酸菜的酸进来煮 也是一样的道理 真的耶 从来没想到可以这么做 现在就可以看说等一下它的效果是怎么样 好 那我们先把鸡胸肉先把它片好 这道也是很简单的 炒一炒是不是 比较清爽的 清爽型的 对 但它真的也是非常的好吃的 一点太白粉 让它有点嫩嫩的 鸡胸肉大家印象中都普遍比较柴 橄榄油 橄榄油 加一点油就会 因为等一下你会看到其实我鸡肉不炒 我只是炒酸菜而已 那它滚的时候我就把鸡肉丢进去 它有点像进去这样拌一下 对 它鸡肉就是嫩的非常非常的嫩 了解 然后又我们油还需要吗 对 再一点橄榄油 然后我们又加了橄榄油 它就会更湿润 对 其实橄榄油是不是在意大利 它们是很像 就是它是果汁 好像果汁一样 对 用的非常的凶 随时都是来淋一下 真的 但是它们就是喜欢这样子 而且是它们的东西 当然对它们来讲很便宜 对 我们要炒 意大利式的 好 橄榄油 对 一定要的 所以这道菜其实 橄榄油就会用多一点 因为它必须要有橄榄油的香味 可以来带 然后现在加蒜末 蒜末 把它爆香 所以我们现在的食材有 红黄甜椒 番茄 洋葱 然后还有重点这个酸气的来源 就是高丽菜酸 对 因为我们就代替了酸豆 代替了白酒醋 真的耶 然后蔬菜全部都下来 对 因为我们要把番茄的切红素 把它炒出来 是 然后加一点 这个 这个是百里香 白里香 对 加一点 等一下 这个是油炙的白里香吗 已经油泡过了 我是新鲜的 怕它坏掉 所以我就把它叶子拔一拔 然后用橄榄油泡整 这样它就不会坏掉 也是一个保存食 对 炒的香香的 有 帮我胡椒粉加一下 好 会不会太多 不会 你知道我们是不需要赞量的 好 酸菜进来 酸菜 好香喔 对 海景第一排又来很香了 所以你会发现说 哇 其实不用那个酸豆啦 不用白酒醋啦 不用橄欖啦 也可以做意大利菜 真的耶 而且是用我们很传统的食材 对 然后来做意式的料理 对 好 水进来 好 老师 这边已经开始滚了 好 那我们打开它 哇 好美喔 好像意式炖菜 盐巴 然后一点糖 对 糖满多的哦 对 再试一下 好 哇 很赞的 很好吃 真的 已经很香了 好 鸡肉就是拌进去这样子 对 我们就放进来做 好 这也很简单耶 超简单 其实就是食材对不对 对 食材的味 食材是很重要的 嗯 其实如果在家里有奶油的话 要吃过之前可以切一小块奶油放进去 哦 对 它又不一样的香味 嗯 好 那我们再把它盖起来让它煮滚 好 嗯 哇 好香 好香 好漂亮 这一个炖菜的概念 对 然后 可以配面包 啊 天呐 这个好清爽 有时候吼 我们煮那个拜拜一定会有一整只鸡 那一整只鸡我们就要把鸡胸 大家不喜欢的部位 把它弄成这样子 好像大家就会吃 其实过年喔 太油腻了 真的真的 吃一点这个酸菜 它有乳酸菌啊 有什么 就 其实 尝对会不错 对 开胃的 很大方的再淋一点橄榄油进来 对 好 OK 好 好 香菜 香菜 就把它弄进来 可是如果没有香菜 其实如果我们家西式的Paseli 是不是 对对可以 对对可以 嘿 因为它就是一个义式的风味 对 好 OK 义式风味 酸高丽菜炒鸡肉 完成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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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